虽然我非常清楚自己的性别认同 我也知道服装是没有性别的 但是我不可能去期待 所有人都可以理解这件事 这支影片呢我要来讲 一些台湾人真的管得很管 是因为四面靠海的关系吗 还是因为那些人都住海边 有一些问题呢 是从我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 就已经被一些台湾人问这个问题了 一开始一两次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那些台湾人可能纯粹只是好奇而已 我本来是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我已经在台湾这么久了 还是会时不时有一些台湾人问我这种烂问题 娘娘娘不好意思 请问你上厕所是站着尿尿还是坐着尿尿呢 变态的你超级摆目 问这种问题是脑子进水的吗 在我没有尿在你头上 以及到处乱喷尿导致 厕所的卫生片暗闸的情况下 你怎么要站着坐着趴着躺着倒立着尿尿 也是老年的事情 到底关你什么事啊 我坐着尿尿跟站着尿尿有那么重要吗 会初期末考是不是 我真的搞不懂 我的尿到要朝哪个方向去 你也要知道 你也管太多了吧 去死好不好 给我去下地狱 给我滚 我不漂亮你也要管 我胖你也要管 我万万没显到我尿的姿势 你也要管 难道不知道我怎么尿尿 会死不瞑目是不是 在管我要怎么尿尿之前 你要不要先管你的嘴巴跟你的脑袋 你在问一个问题之前 要不要先动脑看看 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 这应该不难吧 应该用不着有我 这个泰国人来教你吧 而且不是说台湾是理一致吧 那一些台湾人是觉得 问被人站着尿尿 或者坐着尿尿 就很有礼貌是不是 那请问你会跟 顺性别男性跟女性 问这种问题吗 如果不会我说我是化性别 为什么就会被问这种问题 屁死人了 还有一个问题 你上男厕所还是女厕所 我的天啊 台湾都已经有人上性别厕所了 你才在这边纠结我上哪个厕所 台湾都已经发展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一些台湾人还在纠结 有这种问题呢 如果我的穿所是偏向大众认罪的女性 我就上女厕 如果是偏向男性 我就上男厕 有性别有上厕所 就上性别有上厕所 怎么样解释的够清楚吗 有可以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虽然我非常清楚自己的性别认同 我也知道服装是没有性别的 但是我不可能去期待 所有人都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在选择上厕所的时候 就会选择一个 不会影响别人的厕所 那些问我这些烂问题的台湾人听懂了吗 我刚刚讲的都是中文咯 问我这些问题的那些台湾人 到底在选什么东西啊 我怎么选也选不通 做的反正我怎么选也选不出来 那我来唱歌让大家一起开心吧 欢迎收看VS Media 我是戴瑟友苏 我是疯狗边 周一十周五每天到十五 十五 小编造口夜陪你聊聊最热门新闻 每天直播在线等你哦 拜拜 82 ELK 我還拉我формkov細 turtle опêm and smile 陪著你 Oui 對我來笑 對我這 Kane 你把你的說話 對我去笑 對自於 啊 还有一个公益的活动要讲 是不是? 前面讲话讲成那个样子 现在来讲公益 是不是有点 总之就是台湾高铁 跟洗汉儿基金会 今天好了 邀请您携手相挺 透过高速船爱助学计划 知识洗汉儿技能教育需求 陪伴汉儿迈向智力 勇敢前往 累积翻转命运的能量 可以线上捐款 连结你们自己去找 也可以 去高铁 拿这个标 去铁 然后交给 工作人员 就是 我讲对吗 我讲对吗 我叫公益 虽然平时爱钱爱成那个样子 可是公益我还是有在做 观众的都给我去按赞 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的所有平台 我去NBYT IG 来日本留言 这边的留言 就这样说吧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我按钮 我按钮 我按钮